如我们熟知的好搭档有赵本山和范伟,还有我们今天要说的郭德纲和于谦,赵本山和范伟以前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,并且两人在娱乐圈中,可以说是关系很好,在春晚的舞台上两人也是携手多年,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经典的好作品。 大家熟知的肯定有麦馆,三部曲,还有就是搭档陈丽荣老师,一起出演的各种小品,大家对于他们也是十分喜爱,不过这两位搭档多年的搭档,还是因为分钱选择了分道扬镳。 范伟在节目中透露,两人一场价值42万的商业演出,赵本山只给了范伟7000块钱,而范伟对此也是十分不满。 九而九之两人之间也是发生了矛盾,最后分道扬镳,令人惋惜,不过还有一对好搭档,他们同台多年,还是依旧关系十分不错,他们就是郭德纲和于谦。 大家都知道,德云社创办这处是十分不易的,而郭德纲也是有幸请完了于谦和自己一起说相声,并且这么多年的发展下来,德云社也是渐渐扩大,他和于谦两人的关系依旧是十分不错的。 而当问及演出怎么分演出费时,郭德纲给出了答案,据数一场65万的商业,郭德纲会给于千十万到十五万,自己拿到四十万左右,会比于千多个三十万左右。 不过郭德纲自己表示,自己和于谦商业从来都是五五分账,可以说郭德纲对于自己的老搭档也是十分大方,所以一起携手才有了这么出彩的德云社。 那么这两位搭档的处理方式,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